理解了情绪的逆转理论 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想一想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种联系在哪里呢 可以简单地概述一下 在这些理论之间存在一个很强的联系 就是我们参加活动的动机 这种动机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体育锻炼和积极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 这就跟我们所要讲到的下一个章节有关系 就是如何通过体育锻炼来促进积极的情绪体验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如何通过体育锻炼来促进积极情绪体验 我们都知道体育锻炼是一个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业余活动 那么在体育锻炼当中我们如何来描述体育锻炼的方式呢 通常我们会采用活动的频率 也就是说你在一定时间内 比如说一周或者一个月当中所参与锻炼的次数 这叫做活动频率 每次锻炼所持续的时间 我们称之为活动时间 这就是描述锻炼活动方式的两个主要指标 频率和时间 描述锻炼活动的其他指标还包括活动形式 活动形式可以区分出很多种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主要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叫做有氧的开放式的锻炼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参与的跑步 健身操 瑜伽等等 活动强度不是很剧烈 而且以户外为主的 以个人完成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活动 第二种活动形式呢 则是指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的锻炼方式 比如说网球羽毛球这种格网对抗 或者足球 篮球这种直接身体对抗的锻炼方式 为什么要区分这两种方式呢 这是因为对于情绪体验而言 这两种方式所产生的作用 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有氧和开放式的锻炼活动方式当中 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完成锻炼 而且活动没有明显的胜负结果 只有时间或者是能量消耗 等等这样一些相对客观独立的指标 这时候锻炼者的情绪 绝大程度上依赖于锻炼活动本身 也就是锻炼的质量 锻炼的强度锻炼的时间等等 而第二种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的锻炼活动 则不同 个体在这些锻炼活动当中的情绪体验 不仅仅依赖于锻炼活动本身 刚才所说的强度时间这些活动本身的指标 还依赖于活动的结果 也就是这些对抗性和竞争性的活动 往往是有胜负结果的 赢了高兴输了沮丧或者愤怒 这样的一些情绪是依赖于 活动的结果 也就是胜负的 所以呢 对于积极情绪而言 我们鼓励个体既参与 这种有氧开放式的锻炼活动 也适当地参与一些对抗性或者竞争性的活动 但是结合我们在刚才所讲到的活动动机 这个角度来讲 参加对抗性和竞争性的活动 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刺激 而不是寻求活动的结果 如果我们抱有这样的活动动机 我们仍然可以在对抗性和竞争性的活动当中 体会到积极的情绪体验 而不依赖于这个活动 它的具体结果和胜负 这就是活动形式 刚才我也讲到 活动的形式非常多样 这里只是列举了和积极情绪有关的两种分类方式 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了解体育锻炼的一些其他分类方式 感谢观看